长臂江公所安心即使上工计划招募 吸引40多位年满15岁以上的乡米报名参加 点击完个人基本资料后 一一接受面试 做模板工的主人表示 因为疫情工作严重受影响 无法正常上工 为了生活有工作就做 因为没工作啊 为什么 疫情吧 之前做什么工作吗 模板 板模啊 那疫情来的时候 你们也受到影响 也有啊 不能记在一起啊 影响是老板的影响的 不是我 新冠肺炎疫情 终其劳工的经济收入跟生活 台东县政府今年度除了持续配合劳动部 办理安心即使上工计划外 近期并积极整合及调查 并向中央争取700个工部门就业职缺 希望协助台东老公朋友稳定经济生活 希望透过这个方案能够让他们可以有工作做 所以这一个方案它每一个月它会提供80个小时 每个小时160元 所以一个月大概可以有12800的这样的收入 对于地方政府的防疫需求 安心即使上工计划也提出相关工作内容 包括涉及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接触风险者 另外提供防疫津贴 依每个月工时最高80小时计算 每人每月最高给予新台币2000元 原则新闻法务的台东厂BIT采访报导